不得不说,日本的包装设计细节太人性化了 日本豆奶最牛的设计就是盒子的背面 会送你一个独立的塑料瓶口 撕掉开口处的贴纸,可以直接把瓶口插进去 打开盖子就可以非常轻松地把豆奶倒出来了 盖上盖子又可以放进冰箱保存,方便又实用 吃饭团的时候,为了能吃到脆脆的海苔口感 就设计成双层包装 只要撕开这条线,就能吃到脆海苔包裹住的饭团了 儿童饼干设计也是YDS 开盒子就先跟盒子猜个拳,包装盒里还印了脑筋鸡软弯 左边盖着的是皮痴,右边盖着的是蜜底 盒里的动物图案还可以剪下来做背垫 饼干袋子随便一撕就可以打开 动物形状的饼干上还印着相对应的动物英文名称 鱼叫鱼乐,好吃还好玩 日本小鱼饼干只要用手机扫盒子内部的二维码 还能看到3D的海洋生物 日本三角奶酪芝士里边都是独立的细致包装 每块芝士边缘都有一个红色的贴纸 轻轻一拉,一块芝士就能完整的包出来了 方便还不脏手 日本绿茶茶包都是三角形的设计 据说可以让茶更好喝 茶包另一端的卡片上有一个小凹槽 可以卡在杯子边缘上 水流再大也不会冲进杯子里 扔掉也很方便 这样的包装设计你们喜欢吗